我們去爬山 你的食物是不能 沒有辦法放冰箱的啊 你都一直放在背包裡面 然後如果在爬的時候 背包還會曬到太陽啊 然後你沒想到第四天 他早餐拿出來的時候 是那個黑森林蛋糕你知道 放四天 臭掉了 結果一打開那個黑森林蛋糕 是綠色的 然後結果 因為我另外一個學長 他從國小 國中到高中都是同軍社的 然後他常常在爬山嘛 他都是他 他也不教我們 都是讓我們亂搞的 然後結果看到那個黑森林蛋糕 變成綠森林的時候 我就講說 糟糕這沒辦法吃了 結果我們那個學長就說 登山的人不能照他食物 真假 撥掉 撥掉 然後他就把那森撥掉 然後就 就說你不吃我吃了 然後就把黑森林全部吃完了 那我就看說 唉唷 這樣也沒事 真的 他沒事 然後這一個齁 第二個是 我記得 這是第四天的早餐 第三天的晚餐吃什麼 你知道嗎 第三天的晚餐 居然吃羊肉爐 你知道嗎 紅色 有啊 現在有那種蜜蜂 好你就想像說 你一包羊肉爐齁 放三天沒有冰 那會怎麼樣 那我那時候也 也因為是菜鳥 你知道都不知道 那就開始煮羊肉爐 然後就覺得說 奇怪這一鍋羊肉爐怎麼那麼多泡泡 哈哈哈 因為 就有很多的泡泡 然後就開始加高麗菜啊 然後什麼的 然後吃起來說 撈起來 那個 這個羊肉爐有那個 那個什麼泡菜 是泡菜 然後就吃吃吃吃 吃完了之後 就發現說原來那個收水可以吃 哈哈哈 你只要收水滾過就可以吃 哈哈哈 那我們都變豬了 哈哈哈 那那時候不曉得 那個已經壞掉 然後就吃 而且你知道在山上如果 味道不會怪怪的嗎 蛤 味道不會怪怪的 怪怪的 一定怪怪的 但是如果你 背了20公斤走 一天10小時 你 你的 你是很餓 然後你就 吃下去 吃下去然後馬上就消化掉 哈哈哈 所以那時候才覺得說 喔 原來出魚可以吃 那個沒有 收水可以吃 只要滾過就可以吃 哈哈哈 殺菌之後 然後因為我們都住那個山屋 有時候人家去 山上齁 然後他們 原住民都會背一些糧食 或者登山客齁 然後他們 他們如果去登山齁 然後要下山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 那個飛機在飛的時候 那個戰鬥機在飛的時候 為了要加快速度齁 他們要幹嘛 要把那油箱丟掉對不對 然後那個減輕重量 他們就飛得很快 同樣的在山上 登山客 要回程的那個山屋 那個糧食是 滿滿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們才不是這樣想 他們是覺得很重 吃不完就丟在那邊 然後他們都想 好心的想說 我這些罐頭 這些米 我就放在這邊 如果有登山客就可以來吃 然後就 每一個人都這樣想 然後那個山屋裡面的東西 就很多 就過急 有些都很多過急 然後我就跟 我們那個學長 老師都走了 然後我們兩個人 就登了那個 那個山屋裡面 那個山屋是很破舊的 就是類似獵寮這樣子 然後裡面就很多的那個食物 然後 有些都快過急 然後我們就在討論 然後我就看他在做什麼 他就蹲在那邊 我是菜鳥 我不曉得我們學長在做什麼 他拿著他的背包 然後一直在裝 這個 這個50塊 這個50塊 然後他裝了五六百塊了 他說你在幹什麼 他說 這些食物太糟蹋了 然後他也要把他背下去 然後 然後我就看他說 然後我就趕快 跟他一起做 然後 然後我們的背包就很重 就把他背下去 把山上的米背下去 那很有趣啦 在山上很有趣 你跟學長現在做什麼工作 我那個學長才有去 那大圍界 我就跟你講說 他是玩童軍 然後他大學念了七年 不是念醫學系 他大學念七年 是念了三個系之後才畢業 然後他 這邊的河床一定有天高很多 沒有 所以我就是講說 那個河床他其實 在崩塌 因為其實上一次的那個 莫拉克風災的時候 其實這邊上面崩塌的很嚴重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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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個從上游這樣刮下來 從上游這樣刮下來 對 高了 好 還有這一個是公式波 蛤 什麼公式波 河流 河流 睡了 公式波 黃崩塌了 要去做調查 你不過去啦 怎麼過去 要哪裏 等一下怎麼進我啊 或是有時候要量那個 對啊對啊 所以我下山第一件事情 就先去買登山 我就講更有趣的 你有沒有 去登山 如果迷路是很危險的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 你幾個登山的經驗 因為幾次之後才發現說 如果你有感覺 那個第一個感覺 你覺得你走錯路了 千萬不要再走 就留在原地 你就沒事了 如果你繼續走就會出事 然後有 那個因為我跟我那個同屆的同學 因為都是第一次登山 然後我們去那個屏東那個 舊大午那邊 那以前的那個排位主舊部落 然後在走的時候 晚上吃飯的時候 再點人頭少一個人 晚上七點鐘 天都黑了 只看到頭燈你知道嗎 然後大家 彼此頭燈互相照 找少一個人 那個人去哪裡呢 然後到處去找 然後 然後一直找 找到晚上 快十點才找到那個人 結果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因為我們剛好 在那個山路的岔路口 因為我們的營地 就是露營的地方 絕對不會在路邊 因為路邊都是很窄的 我們會切上去一個小平台 那邊扎營 然後呢 因為第一次登山的人 通常不會看前面 都會看地上 你知道嗎 第一次登山的人都是看地上的 然後結果 前面的人已經 就走上去了 然後他就 他就繼續沿著那個路 一直走 然後就插開了 然後一插開之後 然後他走 他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就頭一抬頭 就看前面都沒有人 以為落後很多 然後就繼續走 走很快 然後越走越快 又看不到沒有人 就越緊張 就越走越快 就一直往前 然後我們 我們要找人 不會想說 他是走這邊 我們在找人 會往回走 然後就別人說 找人的走這邊 然後那個 迷路人走這邊 沒有手機 那個山區裡面 都沒辦法痛 因為很深山 然後一直走走走走 然後後來我們 連溪谷都下雨了 以為他掉到溪谷 裡面去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結果 呃 後來才想說 兵分兩路再走 然後 來回兩個小時 然後看到 看到 然後我們 所有的 老師都說 回來絕對不能罵 因為在山裡面不能罵 因為性情如果怎麼樣 會出事 然後一下山的時候 就問我們那個同學 你在幹嘛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一直走 走到一個吊橋 我們不是要那個 爬吊橋過去嗎 所以 呃 他一直是走到那個吊橋的時候 才發現他走 那時候已經走了兩個小時了 然後我說 那時候你的感覺怎麼樣 他說糟了 會被罵 哈哈哈 不是怕你 很危險 他說糟了 會被罵到臭頭 所以他兩次好兇 對啊 他就去啊 他就去啊 哇 他現在好輕喔 你看那個河流上班 沒有植物的那個 山壁的 上個大水 挖到的地方 那個水過大概 四五植物都沒辦法 然後有一次那個蘋果日報那個記者 就在訪問我 然後就跟我講說 你 你在做這個 這個生態研究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跟他講說 這十年實在是 我要告訴你什麼叫做生命 生命是一種彩色的 你有辦法感覺嗎 嘿嘿 因為 因為你知道在跟老師 去到山裡面去到哪裡 你真的會感覺到那個生命是那種彩色奔放的 對啊 那種東西沒有辦法 你那個一輩子你沒辦法去感受到的 所以我一直 大概跟著老師上山 去海邊 然後大概五年 大概五年 我才聽得懂他在講什麼 才稍微看得懂他在寫什麼 所以 所以 所以有時候覺得說 那個山林書院一場演講 大家能夠聽懂 我覺得 嗯 那樣很厲害 然後有時候他不是講一講 就跳到那個 跳到宗教嗎 那有些人就會搞不清楚 為什麼他跳到宗教 對 那至少你覺得 就老師這樣那麼久 就因為其實老師好像 他後來又轉換 就是說從人性 提升的部分 那你個人感覺 老實現在切到宗教 因為有些人會把它切開 會覺得它是兩回事 那 我 我剛剛講說 就是 昨天不是講說 整個地體變動之後 然後整個演化 然後 然後跟這個峽谷的生態嗎 那 那 這個是在人還沒有進來前的 一個 自然死 自然死的變化 然後 他們就在講說 什麼樣的環境 會演化出什麼樣的 那幾個樹也 活得不太好 你看 那 他在找這個根 所以他在找的是 我們在台灣 就在理論上來講的話 不管你是從哪裡來的 來到台灣這裡 然後這個台灣 這個台灣 有這個台灣的環境的限制 然後你就會產生 這邊的土地倫理 那這個土地倫理 會跟宗教是有關的 然後他在找這個 就是說你一個文化的 行錯 不管你是從哪裡過來 你只要在這邊 受到環境的制約 你必須要適應這個環境 適合的宗教或文化 就會慢慢的 不管你是什麼的 那個都是表象的 但是你深層的那種 價值行為的東西 其實是跟這個環境的制約 是有關的 所以他在講的那個就是 因為他這個是一個假設 就是一個假說 因為一般我們聽到 銀花就自然銀花 可是老實說 講話很像銀花 對 聽起來是這樣 他就是在談說 人產生了這樣的文化 那個跟土地 然後那個關鍵扣的地方 又在哪裡 然後是在每一個地方 在哪一個環節上面 然後又是怎麼樣傳下去 他的演化是 就好像說 我們看到這派 他是怎麼傳播的 靠那個風傳播靠什麼 那文化呢 這個文化也有一支上帝的手 文化 人跟人一代一代怎麼傳下去 對 很明顯 是 但這位是 對 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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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 你對